看看新闻榜 四野牵着统公司的女星走上红毯 请你家诗诗呢 先别急着找诗诗 今年的红毯可是有半壁江山被书们奔走了 双排扣大衣黑白千鸟阁 宝兰丝荣 英式领结 男神们你们是约好了要走华贵英伦峰吗 就连最小的男神石头哥哥都抒起了背头 一下子就抢走不少老爸郭涛的尽头 去年红毯上最抢眼的女星 无疑是微博女王姚晨和环幻孙丽 如今两人一个刚产后付出 一个正幸福孕育二胎 这红毯无疑是年轻一代的小仙女们的天下 粉色薄纱猪片长裙 配上粉嫩的桃花妆 卑鄙的一颦一笑都透着情心甜蜜 而今年和男友冯绍峰从戏外爱到戏里的妮妮 则选择了超短黑色连衣裙 就像电影里喵总说过的 这大长腿还真是低调不了 最后出场的女神就是和男友吴继龙擦肩而过的湿湿了 花朵抹胸裙搭配花朵手帮 不知这造型的选择是不是就像湿湿的心情一样开了花呢 当然如果走不成女神路线 那么走黄金圣斗式路线也是可以的 没看黄妈从头到脚一套黄金战衣瞬间猴竹全场 大V岭的设计正好气和当晚微博之夜主题 充分表现了我是大V我自豪 当然了当天临下的气温让明星们在红台上只做了短暂停留 要看男神女神们肉麻的互相表白当然还是进入正题 微博之夜的颁奖典礼 黄博 胡气龙 钟翰良 韩庚一同货风 微博年度男神 但最抢劲的还是四爷 谁让热恋的人自带闪光灯呢 心中还有女神吗 女神 女神就坐在下面啊 对嘛 哪一个 哪里 哪里 还问哪一个 指一下 是那个笑得最开心的那个吗 而当刘诗诗 妮妮 Angela Baby和陈妍希上台领取微博年度女神时 除了小龙女 其他三位名花已有主的女神 都在主持人的威逼利诱下暴露了自己对男友的评价 我觉得努力是一个首要的条件 然后如果长得帅一点会有一些幻想空间吧 真是有担当 然后要成熟 孝顺 有责任感 体贴 体贴 有责任心 有上进心 孝顺这一定的 还有就是我觉得得自律吧 乔各位把男朋友夸的 那几位女神咱是肯定没希望了 就不知道小龙女陈妍希是不是喜欢孤儿那样的 我向来对其实男神经比较有兴趣 我心目中的男神 我有个万年如一的男神 就是刘德华 其实台上女神们已经够hold着了 就拿吴启龙 刘诗诗这对如今最红的情侣来说吧 这打情骂俏看的采访的记者都脸红了 你拿吧 你拿 我没有牵着姿势一块走红台 是一个是就是工作嘛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听从主办方的安排嘛 对有什么事情呢就找小浪人 而当抛出最关键的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龙诗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后 咱四爷又立刻把麦递给了实施 顺其自然吧 反正我们都是蛮公开的 对有什么大家也都会知道 另外两位恋爱ing的女神 准备什么时候进入下一阶段呢 该来的都会来的 这个在今年还没排到我的日程上 对当然大家放心我不会隐婚 如果我要结婚肯定会跟大家讲 所以请不要再催我了 我都被催了好多年了 我还没到大龄青年呢 行路在线 北京才没到